转眼间口碑神剧长安12时辰已经迎来了大结局 在剧情被网友们持续热议的同时 闲鱼平台上长安12时辰的24件服装 道具孤品意卖也引起网友的关注 这些物品从8月11日23时起持续12个时辰 每隔一个时辰开一场 每隔一个小时有一件物品起拍 起拍价均为一元 这让剧民们兴奋不已 因为这些被一拍的戏服都是演员们在剧中穿过的 截至目前出价最高的是为一阳千玺在剧中穿过的道袍 售卖价已经炒到了1.5万 而最便宜的上元节灯笼也被拍到了381元 另外一卖主页明确介绍 本次一卖活动所得将全部捐出 用于西安市卫阳区大明宫小学的明月教室建设 这个安排不止满足了剧民们 对拿到剧集相关周边的热情也做了公益 难怪网友们会愿意为这次一卖活动出一份力了